经济改革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忱 Rocky Mountain High Rocky Mountain High Mr. Vice Premier, it is with great joy that we welcome you to our country and it is with true love that we extend our very best wishes to you and your people on your new long march toward modernization in this century I thank you very much, Wei-Tou Chen Thank you The Chinese political star, Deng Xiaoping, w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tar, He-Po, w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We're off on the road to China With fun and adventure in mind The seventh wonder of the world is here beneath our feet Compared to this, the road to Manilae is obsolete Hey, this is it, Peking, China Amazing, isn't it? Just ten years ago, who would have dreamt an American comedian would be standing here in Tiananmen Square saying whatever he pleased and photographing anything he pleased But in this fast-moving world, radical changes can occur overnight Take a look at this square Almost a hundred acres Looks like Jackie Gleason's patio Well, they can get a million and a half people in here Of course, they're not here today Nobody knew I was coming Finally The French demand while all ends The Chinese欣賞 The Chinese have got everything We're here in Japan And then Exactly 频繁交易的同时 希望之门却对另一些人关上了 因为指出邓小平 可能退化为新的独裁者 魏京生被罗之罪名 判刑15年 十年后的1989年 当学生们到天安门前 去要求民主时 他还在狱中服刑 没有几个学生 知道他的真实情况 在中国 你除了到共产党里边去讲话 才能表现你的利益 那在共产党之外 他就把你抓到监狱里去 如果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 是只有自杀一条路 所以我原来在中国 写过一篇文章叫自杀救国 如果中国人都自杀了 中国的救人就解决了 他们当然不会发表我这样的文章 我想共产党实在是无可救药 那么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说 加入到共产党里去改造这个党 你自己自杀不能救国 你就要帮助共产党自杀 这个共产主义的导师列宁教导说 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 在西方的那个 在希腊形化里有那个 特罗伊木马 对 也是同样的故事 打不下来就要弄一个 人藏到里面去 其实像我这样的人能进入共产党 这本身就是因为那个党已经开始出现裂缝 比如在邓小平实行改革以前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像我这样的人就不能进入共产党 1984年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 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庆典 这次庆典非同一般 邓小平的改革成绩为节日增添了喜庆 邓小平曾因为不够服帖而被毛泽东整下台 如今他不必再看着伟大导师的眼色形势了 他可以放手去制定自己的方针政策 又有了将他们付诸实践的权利 成了改革的总设计师 在他身旁有两名忠实的副手 胡耀邦 赵紫阳 他们被委以改革的重任 而当改革出问题时 也随时可以被当作替罪羊 游行队伍中 一些学生举起一副自制的标语 直呼其名 亲切地向邓小平致意 中国的政治气氛确实轻松了许多 当时人们发自内心地感激邓小平 最初几年的经济改革大见成效 农村中人民公社制度解体了 乡村自由市场重新繁荣起来 农民开始挣到钱了 今后还会有大钱等着人们去挣 治国的老人们正在改变着中国 其影响将遍及各个角落 数十年的封闭状态结束了 中国人把目光投向世界 用不了多久 资本主义的所有诱惑 便会向人们贫送秋波 1984年 北京国庆节游行 那个气氛是非常热烈的 这个 好像很多人看到了光明 那为什么像我和我的朋友当时的感觉 就是那样一种很压抑的感觉呢 北京的上空乌云万里 邓小平极其孤独地 从一个汽车顶上冒浆出来 这个 沿着长安街 表情严肃地这么走回去 那我的感觉就是说 中国的前途不妙 那么在我们看来呢 就是这样一种游行 就是毛时代的遗产 就是革命的象征 因为我们对革命 觉得是革命就是 少数野心家 和多数的情绪化的大众 结合起来的产生的东西 所以我们对这个东西呢 当然也很反感 对于1984年 这个改革的形势呢 估计也不是那么乐观 当你看到就是经济 有一定的繁荣了 你还知道这里面 还有很多困难没有解 不知道可能会民众 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中国社会会经过 什么样的动荡 才能做到这一些 我相信我的力量 绝对做不到这一点 所以 那做不到也没有办法 我不做 他们没别的可做 singing and dancing a million and a half people in the capital attend the grand national day evening carnival the carnival evening will forever remain in our memories come to see Tiananmen come to see our country in five years time 1989年5月28日 一位名叫柴玲的学生领袖 找到一位美国记者 向他叙述了自己的经历 当时戒业令早已发布 学生仍在坚守广场 运动的前途未卜 这位美国人 用家庭录影机 记录下了这次采访 胡耀邦曾经是党的总书记 是邓小平亲自选定的接班人 是邓小平亲自选定的接班人